好,在这段时间我们要讲的是 快速选选出想要的数值 什么意思啊,我们到fine这边来看 如果说我要快速选选出 每个月份里面 销售金额没有达到3000的项目 那我要怎么把它选选出来呢 很快的选选出来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资料范围 数值范围框起来 选择资料里面的验证 这时候你要选的是整数 它要大于或等于多少 3000,我们是以3000为标准 所以我们要选符合的 符合条件的 那这条件设进去以后 大于3000就是符合条件的 或者等于3000的 它是符合条件的 可是我们要小于的 就是不符合条件的 不符合条件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再用资料里面 注意到这里 我们可以选 圈选错误资料 点一下 它就会把没有达到3000的资料干嘛 帮我们圈选出来了 圈选出来了 如果圈选完了以后呢 你看完以后觉得OK 没有问题了 你可以在选资料里面的 资料验证这边选 清除错误圈选 它又把这个圈去掉了 圈去掉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可以快速的让我们 找到我们有哪些的资料 不符合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非常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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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